这期课我们来学习认识核心图 那么核心图会告诉我们左手的指法怎么样去按 那么和弦就算我们不懂的话可能也听说过 和弦呢就是我们左手按的这些音 那关于和弦的理论呢我们先暂时不讲 那和弦图大家先看一下我们屏幕当中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和弦图 那我们来给大家分布讲解 那最上段的这个字母呢就是它的名字 就像你有你的名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名字一样 好 现在上面呢是一个字母A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 当我们按着图中所标记的指法全部按出来之后呢 就叫做A和弦 那这个和弦图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看呢 好 首先我们来先数一下 看看竖者有几条线 好 有六根 这六条线呢就分别代表我们吉他的六根琴弦 那最右边的这一根呢就代表吉他的音弦 最左边的呢就代表吉他的六弦 看屏幕中已经给大家标记了 那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怎么样看呢 好 那大家呢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吉他 吉他呢 它的前三品呢 这个部位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六条线 就是和弦图中的六条线 一二三四六条琴弦 然后第一品格 第二品格 第三品格 就是把我们的前三品呢 把它这个部位呢做成了一个和弦图 好 现在呢就是非常的直观 也非常的简单了 好 那我们也可以看着 横指的话 大家看有三条格子 这三条格子呢就分别代表我们吉他的前三品 一二三品 当然我是指这个和弦图 这个A和弦的和弦图呢代表前三品 那这三条格子呢 就是我们的一二三品 那还有一些和弦图呢 它可能是从我们四品 或者从五品从六品开始的那样子的和弦呢 它会在我们这个和弦图的左边呢 标记上一个数字 如果它标记一个数字三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呢 就从三品开始往下去按 如果是标记四 我们就从我们的第四品呢 开始往下去按 好 这个呢是我们的和弦图 好 那非常的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和弦图里面的这些数字 好 它到底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我们左手的代号 就是它要告诉你 我们该用左手哪一个手指去按 好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 我们左手手指的代号 那拇指 我们用字母T来表示 我们的食指呢 是一 数字的一 然后中指是二 无名指三 小指四 好 那我们从拇指开始呢 就是T1 2 3 4 好 那都非常的好记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我们A和弦图中 好 这个数字1 大家找一找它的位置 好 它是在我们四弦的二品 好 我们1的代号是我们的食指 好 那这时候呢 就把我们的食指放在我们的四弦二品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数字2 大家观察一下它的位置 好 它是在我们第三弦的第二品 这时候呢 用我们的中指去按住它 最后一个3 3呢 它是在我们的二弦的二品 这时候呢 也用我们的无名指去按住它就可以了 好 大家找到了吗 好 那我们在按和弦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一下几点要求 就是我们在按和弦的时候 我们的手指呢 要站立 那什么叫站立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手指的这一个关节 它是可以立起来的 而不要这样子 而不要这样子去按 尽量让我们的手指立起来 用我们的指尖去按琴弦 好 这就是我们的手指要站立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 嗯 我们呢 讲过了我们的品柱和品丝 对吧 好 那现在我们按和弦呢 我们要尽量去接近 接近我们的 接近我们的品柱 或者是品丝 不能离得太远了 这样子就离得太远了 我们尽量去接近它 好 嗯 然后 我们手指要站立 用指尖去按住 好 这就是我们 好 和弦要注意的 怎么样去按 我们的拇指呢 也需要在我们的情境后面 做一个支撑 啊 大家看着 我们按这个和弦的时候呢 我们拇指可以稍微 啊 突出一点 在后面 情境的位置呢 做一个支撑 当然我们的拇指呢 啊 它是正的 它不能这样子倾斜 也不能这样倾斜 这都是错误的 我们尽量放在我们的 对应我们中指的 这个平行的一个角度 然后呢 啊 去做一个支撑 然后我们现在呢 啊 再来 从我们的第一个手指 我们刚开始学 从第一个手指呢 按下去 好 一 二 三 好 这就是我们 A和弦的一个按法 好 大家自己尝试的按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和弦 下一个和弦呢 大家先可以自己来尝试 按一下 好 那我们还是先从最初的情弦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六弦呢 是什么都没有标记 那就证明它不需要去按 好 接下来看到五弦 五弦呢 有一个数字二 那就证明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中指 去按住我们的五弦二品 好 记住我们刚才的要求 我们要接近品柱 手指站立 用指尖去按弦 好 按好它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第四弦 第四弦呢 有一个数字三 在二品 这时候呢 刚好用我们的五名指呢 同样去按住它 按它的时候呢 也同样要站立 用指尖 并且呢 我们要接近品柱 最后一个呢 数字一 大家找到了吗 是在我们的三弦的一品 对吧 好 这时候呢 用我们的十指 去按住它 也就是用我们的一指 去按住它 好 你看我们的三 我们的二指 三指 一指 好 分别按好 然后拇指呢 也在背后支撑着 好 我们的手腕呢 手腕按弦的时候呢 也尽量的放松一点 也不需要太僵硬了 好 这就是我们 全部按出来呢 也就是我们的E和弦 好 刚才呢 是一个A和弦 对吧 它们同时都在二品 然后这个是E和弦 好 那这个和弦图呢 就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相信 你们现在也已经会看了 那我们通过讲解这个和弦图呢 我们也会了一个A和弦 和一个E和弦 那现在和弦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和弦呢 是由三个以上的音 三度关系叠加而成 并同时发生 就叫做和弦 当然也有非三度关系叠加的 但是我们只讲最常用的 好 大家现在只需要 知道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大家呢 现在更重要的是 会按我们的A和弦和E和弦 会看和弦图 好 就可以了 那我们 这两个和弦呢 大家一定要 这一刻一定要好好把它收集一下 要很准确的 很迅速的能够按上去 能找到它的位置 并且我们能很快的转换 很快的转换 然后在按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我们手指要站立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到位 第三是我们的拇指要做一个支撑 好 然后我们的手呢 也尽量放松 不要太僵硬 好 我们把它转换手链 好 因为这 这两个和弦呢 是为我们下一节课 也就是我们马上学习 我们这一套教程的第一首歌 这首歌呢 非常的简单 叫做小冤家 我对它也做了一些简化 用到的和弦也刚好就是这两个和弦 好 所以呢 我们即将用这两个和弦就可以把这首歌曲弹唱下来 好 那等你念熟之后呢 嗯 就可以进入我们下一节课的学习 好 那大家呢 也可以提前去听一下这首歌曲 先去感受一下 然后自己呢 也多转换一下 转换一下这两个和弦 好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节课的学习 词曲 李宗盛